2014年3月10日,14年亚冠联赛F组前瞻,首尔FC与北京国安先后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,国安主帅曼萨诺携烧家一出席,结果被韩国美女翻译官抢击。 20143月11日,14年亚冠联赛F组小组在北京国安1比1首尔FC,赛后发布会上,在赛前发布会上走红的美女翻译再次引起关注。 此次,女翻译一袭凡衣出现在发布会上,青春如同张泽青,奶茶妹妹。 祝她是梅,整理八道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